穿衣服确实有着很多的讲究,有时候一些细节,就能体现出一个人的品位,当然还有整体感官效果之类的,虽说穿衣服无罪,但是提升自我形象,还是要注意一下,错误一西装大衣马问题。 如果你认为大衣马的西装能演示你的身材缺陷无疑是年额二到零,大衣马的西装只会令你看起来用肿而流里流气,解决方案,建议你在买西装时从大马开始往小马时,一直是到穿着太紧实,就买比该尺寸大衣马的,这样穿起来既修身,舒服又现代,错误二高腰牛仔裤问题,高腰牛仔裤不禁令你看起来很呆, 而且暴露了你身材的所有缺点,整体过度洗水过于中庸,毫无趣味,解决方案,低腰或者中低腰设计的牛仔裤不带外观现代,也给你更大的活动自由度,修身的裤型令你看起来更修长,深蓝色比洗水后的湖蓝更加磨灯。 错误三,评价领带问题,领带虽小,佩戴在你胸前是非常抢眼,一条平价的粗糙印花设计的领带,不仅降低你的品位,也不会节省你的开支,因为用料低廉,数次的佩戴就会变形解决方案,投资一条油粮的丝质领带,能够打出结实的结, 在图案上尽量选取紧接的设计,让过分花上领带的噩梦停留在小时候,你妈妈想破你戴上的那条错误次,整装裤的长度问题,本来是一套有型有款的西装,如果你的裤脚像布袋一样堆在你的鞋面,非常不酷,令你看起来很不羞憋蝠,更别提脱泥带水,得走在路上的辛苦,成熟的男人不再需要刻意马大一蚂蚁房长高, 解决方案,找个好裁缝,将多余的裤脚改掉,在改之前记得穿上你的鞋带皮鞋,因为将为保险的西裤,裤脚长度应该要盖住鞋带的紧而裤脚后面要盖住鞋口,近两年有纽约时装设计师Tom Brown,带起的九封裤潮流可以参考,向对应的职业和场合来穿着,错误,大拉的领子问题,大拉下来的,压在西装衣领下的衬衫领子, 给人感觉很垂头丧气,不注重穿着的细节会毁了一件好投资,解决方案,选购衬衫是应该选择带应称名的正装衬衫,如果你是个现实版的王尔德,就应该加领称,插起领尖背面的那双小胶片,错误哦,突兀的皮带问题, 我明白美人心里多少都存在一点点细皮的浪漫情怀,然而压彩红色封线的皮带实在不是合配搭西装裤和衬衫解决方案,都说钱包,皮带和皮鞋是男人三宝,这三样都马虎不得,正装就应该搭配正装皮带,黑色和棕色简单设计 皮带一般来说,都是较为安全的选择,错误7,肥大的皮夹克问题,就应一样肥大的皮夹克既不现在也没有怀就情怀,没有皮夹克不积的气场,也不积一般的运动夹克般充满活力,解决方案,在买皮夹克时参考西装购买建议,从大马开始往小马时,一直是到穿桌太紧式,就买比该尺寸大一马的,换上更合身的夹克, 也记得要搭配相应的更求神的卡其裤